Hello,各位投資者,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點最近0731期 恒指升至400點 匯豐大聲要指贏了嗎? 我是主角老師,來學 好了,我們今期依然再分為三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是今天的收盤點評 第二個部份是恒指方面分析 亦有個同學習慣著 港股最近是萬七點附近磨底 最震盪向上,即將來趨勢,怎麼看呢? 今期依然會跟他分析一下,好吧 第三個部份,現在有個股分析 有同學問到中芯國際,匯豐大股,中海油 以及兩隻美股,分別有特斯拉和麥當勞 這些個股怎麼會跟同學持續關注呢? 同樣今期依然會跟他詳細打,OK? 好了,在再訪談之前,再提醒各位同學 無論坐在電腦旁邊,再拿著手機 尤其是第一次收看我最新教學的國際同學 你們記得在YouTube頻道按訂閱 訂閱後,再按按黑色的鈴鐺 才能夠時日收得到我最新教學,好吧? 好了,最後一個正題 首先我們回顧前兩天 即是前日周一和昨日周二的提示 我們知道周一的提示是延續我們上一期 周六的教學 周六的教學,我已經很明顯和各位同學說 周一,即是前日,星期一肯定高開壓 而且按照李Sir的心腳方法轉折 基本上,拉升的機會是否很大? 李Sir不是跟大家說 所以來說,我是周一的做本提示 最次提示內部學員 我們提到,目前來看當時 李Sir是跟大家說 無論是心的方法轉折時間 拉升的機會是大家 就通過我們的參數KDJ 因為我們參數KDJ 基本上是三到五個交易 一般進入了超跌或超賣 很大機會反彈 或者回落,對不對? 李Sir不是跟大家說 所以無論從KDJ 都提示大家,現在都在等待 上升的階段 而且第四條,上個交易 即是我們星期五 上周五 即是按照轉折八成的機會 是反方向,是反彈的 李Sir已經跟雷部學員 在此確認強調 同時買估指標又出現了 買估指標就是 經常出現了有估出買 直至這樣一個文字出現的訊號 出現了,說明了什麼? 說明了恆子 就有止跌回升的趨勢 一般出現了廣明 現在是遇到一個低位 除非這個市場非常之弱 或者它是出現買估算的時候 出現買日 收音速比較弱的時候 才會更加向下 弱者越弱,弱者越弱 經常都這樣跟大家說 不過最透過恆子夜期 因為恆子夜期我曾經經跟大家說 李Sir特色指標透過夜期提前推測 即是有沒有資金 包括其他特色指標 有沒有持續、轉折或加速 包括今天 分析恆子一月一樣 也是通過這些方法 跟大家分享 現在製造方面 要走不到哪處 或者在哪些位置 要關鍵大家要注意些 對不對? OK 這種情況 我們知道 港股高虎就肯定比較大 那高虎呢 我上一期就跟大家說 17030呢 基本收得住 收得住 就拉升沒什麼問題 那我知道夜期來過 就已經升了一百多點 一百多點 就意味著高虎肯定很大 而且按著一百多點的一個比例 基本上會拉升 拉升了 肯定高於17030 所以才推測出 為什麼李Sir強調 自降星期一 限拉升機會比較多 OK 這就是李Sir指數方面 那麼 星期二呢 星期二的話 大家看到 李Sir上一期 和各位同學強調 如果 周一拉升 包括 一般來過 2到3天的一個拉升情況 按著李Sir的新方法 對不對? 那這種情況 就是大家的關鍵阻力 那當時呢 我就星期一 有和大家 類伯學員或者 Whatsight李Sir同學問到 如果阻力 第一天 就接近這個位置 的情況之下 很大機會 就升穿了 當然 上一期我還忽略一點 是什麼呢? 除了我經常和大家說 KDJ 我們見到 已經低位反達 所以說 其實星期二 弱勢的時候 有和Youtube頻道 最次留言 李Sir今天是否止蝕 跌穿了170 30 就不行 其實大家 一定都不要忘記 之前李Sir一直教大家 其他指標用法 我們知道 KDJ 很多系統都能夠看到 J已經打了0 所以說 是當日的話 我就強調大家 尤其是 女部學員都知道 17154 跌穿了 更加弱勢 還有一點 李Sir是 上一期教學 我醒不起來 忘記和大家說 不過是 旅報學員 有和大家 最次強調 每個月底 最後交易 前一天 一般都是 期止結算時間 這種情況 一般是比較弱勢 所以 我記得有幾位 同學問到 尤其是 Youtube頻道 有同學問到的情況下 我都有提示大家 我說 雖然是 2-3天 不過 緊防7月30日 作為期止的結算時間 要擔心 它會弱勢 其實 當日 星期二收市 都是因為 期止結算 所以要弱勢 本來正態趨勢 至少是震盪趨勢向上 好吧 這就是李Sir和大家說 前兩天的做盤提示 好吧 所以大家看到沒有 左力壞 期止結算 KDJ 對不對 好 再看看我們今天的一個 做盤提示 今天呢 是我們本月 最後一天 7月31日 早上8點32分 黎Sir和其中 港股行程提示的廣播 現在已經裝作 黎Sir手機版特殊指標 通過提示 大家看到 我們看到 是30日 作為期止結算來 其實是回落花 當然 回落花的口通筒 其實非常之害怕 一度跌穿了17000 那 作為黎Sir的觀點 因為按照深的轉折方法 黎Sir已經和大家說到 現在整體 是有帶壺 是有抵捕 吸囚 有帶壺作為一個支撐來看 基本上 它的 力度 即是它的趨勢 是保持不變的 這個是對淚寶學員這樣說的 所以說 通過提示 大家看到 星期二 即是前日30日 低去低 收了15足 那綠色飄帶 依然向下 大家看到沒有 因為我們知道 綠飄帶 我和大家說 太坦 整體 趨勢 是向下 趨勢向下 不是每日都向下 大家看到沒有 無論飄帶 或者資金 它都對比一個趨勢 不是每日 那整體趨勢 它都有回落 好像這些位置 跌的時候 它都有拉升少少 跌 所以這個情況 我們看到 綠飄帶太淡 紅飄帶太好 買股指標 之前提示就是這個 買股信號 買股信號 股出 然後 買入 當然 除了股出信號 這裡如果是錯失 我經常教大家 紅轉綠 都是對別股 其實這裡就一次 綠轉紅 就買入 只不過不同特色指標 它表現的一個 顏色 除了紅綠飄帶顏色 轉變 我經常教大家 飄帶的方向 和闊度 大家都非常之需要留意 然後呢 飄帶的上下延邊 可以提供大家 阻力和支持 當然有些同學看 在上天我沒有理會的 等式指標 我可以看列口 列口 它一刻產生的這個股市 或者過股是非常之強 一刻是非常之弱 才會出現 有時離譜 又見不到 這種情況 最好就用回 乃Sir 紅綠飄帶 紅綠飄帶 又上下延邊 能夠認證乃Sir 經常和大家講的 隨時隨刻應變 市場的訊息萬別 股市其實就好像 軍事政爭 經常變化 不是一層都變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 乃Sir這些說話 好吧 最終就是第三條 觀察到恒指 脫離了超跌區 不過跌穿了指示 17154 就是這一天 17154 今天不記得標記法 應該標記一下 17154 那那面又弱勢 是這支羊軸 不是這個陰軸 錯了 是這支羊軸 不過透過恒指夜期 恒指夜期 其實資金趨勢 其實都是減弱 減弱 股價升跌 是不是和資金有關 資金背離 除了說背離 或者背池都可以 隨便大家 反正能理解就可以 最重要就是 資金流向 流向 流日和流出 那流日呢 剛才跟大家說 對表的一個趨勢 它都有回落的一個情況 好像我們踩車 駕車 又在油門 如果一直在前進當中 我們不斷的 有油門 如果放鬆了一點 雖然都是有油門 起碼還有一些回落 所以駕車 懂得駕車的話 投資者 其實對於資金流向 可能比較容易深刻的理解 那無論如何 現在來說 它流出的速度減弱了 那其實 就等於有反彈的趨勢 所以這種情況 吹響於流日 那當然 因此 現在期止結算的一個期間 乃常認為 整體 就是上落為主 一上一落 一上一落 好吧 這個乃常和大家提示 過股方面 現在目前來說 只有點列板塊 才比較強 那當然有同學 摩斯乃常 你說的點列板塊 現在都 跌得比較多 那當然 跌得比較多 現在整體來看 我們要看 整個 啊 即是它的本質 整個板塊 不是說一天跌 那升跌 正常 升 正敗 那是兵家長市 那我們要看整個板塊 雖然說跌 對不對 不過它現在整體 還處於一個紅色飄帶 紅飄帶 我們要知道 它是太豪 趨勢向上 不過現在大多數 大家看到沒有 它的板塊 都是相對來說 比較弱 都是綠色飄帶 好像之前和軍工 這些都走得比較弱 航運 對不對 OK 所以現在目前 就是點列表現 現在整體比較 硬正 好吧 這個就是早盤提示 好了 我做完早盤提示 我看回我們今天的開市情況 今天呢 開盤17070 高開 高開了 那星期二的夜期都是升的 升了多少 幾十點 我記得是三十幾點 不過高開了七十幾點 那最終收市17344 升幅呢 341點 那其實呢 一到呢 升至剛剛四百點 所以今期的標題是怎樣 升至四百點 現在又回落 那這種情況呢 究竟怎麼看呢 那好像賴Sir說的 是不是一上一落 一上一落 是不是明天又回落 呢 不過賴Sir的一個看法呢 認為震盪趨勢向上的機會 稍為比較大跌 為什麼呢 那現在我們進行 我們恆生智座分析 好吧 恆智分析依然按著賴Sir教學思路 然後再加技術分析 技術分析按著賴Sir的教學 美國呢 美國呢 能夠做到八成以上 用賴Sir特色指標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呢 它每年處在全球的央行 那麼性質 它的政策只能夠干擾別人 別人干擾不到 那當我每個股市的背後 跟大家說過 說得非常之多 本質不一樣 A股呢 就看政策 港股呢 我們看恆智嘛 恆智呢 它成份有很多 譬如說今天升五號債 就是貢獻很大 除了五號債呢 七零零這些 七零零呀 七零零呀 九九八八呀 三六九零呀 這些個股權還比較大的 都會影響我們的一個恆智 那當然他們的一個業績 都是來自內地 對不對 內地呢 又以人仔計價 那如果人民幣跌的話 是不是會影響他們的股價都跌呢 最然之影響恆智 對不對 那當然呢 內地呢 它應對國際形勢 出台相關的政策 去拉動經濟 那當然現在外部有什麼環境 其實我覺得 自從三中傳媒開了之後 整體呀 有虛話肯定會好事咯 不過 對於短期刺激經濟並沒有 所以賴Sir認為呢 還是看回 美國的 美聯儲 什麼時候降息 那其實現在放出消息 很多人說 九月 因為我看內地我這邊呢 很多人說 九月降息 不過 賴Sir認為呢 在美國大選之後 大概呢 11月4日之後呢 賴Sir認為才有比較大的可能性 因為賴Sir經常和大家說 升政治後經濟 好吧 這個就是賴Sir和大家說 那麼技術分析賴Sir經常和大家說 指數與指數之間相互對比 指數與板塊是個股之間相互對比 因為港股趨勢是跟上陣 那麼 美股呢 會影響它夜期 夜期呢 會影響它高低開 這個就是它們本質邏輯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判斷 明天的大股趨勢是怎樣 而且透過夜期呢 我們是不是要提前一點 當然經常和大家 我們分析 美股和A股的支持 我經常和大家說 美國的隨乎集中於股市 中國的隨乎集中於樓市 所以這種情況 我們要看回指數與指數分析之間 我們要知道它的本質 好像美股呢 剛剛先說了 它為什麼一隻星 就對星那句話 而且最主要呢 它是靠科技股拉星 所以為什麼現在 乃Sir要分析 勒斯達克的原因 啊 當然現在有同學問 現在轉綠色飄帶 是不是就一直向下 並不怕 因為整態大家看到沒有 周線圖 確實現在還是向上 月線圖更加不用說 因為周線都起碼 對表中期以上 一個月以上 不是說 月線 走得更加漂亮 對不對 現在目前來說 就看回中數 大概這些位置 乃Sir要說 16800 基本上 很大機會又會收揚了 又反彈 收揚了又反彈的情況 又有賴性 現在資金流出 KDJ 大家看到沒有 J還沒有少於0 不過基本上 按照賴Sir和大家說 就算轉綠色飄帶 也不會跌太多 財富集中於股市 記得嗎 這個大家一定要記住 所以 美股現在調整 不過不用怕 那麼回落 就是大家的機會 對不對 好吧 這就是納斯達 美股 道瓊斯達 相對於 納斯達 表現得非常厲害 因為它現在短期 還在紅色飄帶 資金 又開始流入 周線 和月線 更加不用說 走得非常漂亮 所以美股整體 乃Sir要說 還比較強勢 有少許回落 現在目前是科技股 因為科技股 確實升得太多 回落回落 讓大家有機會入 並不是壞事 那我看回A股 A股 大家看到沒有 A股現在又最遲出現馬日 之前這個位置出現馬日 跌穿了消失 弱勢 現在彈上來 現在是止跌了 出現馬日 而且最重要現在 有資金流入 大家看到 資金流入 而且呢 今天呢 大概脫離了超跌區 大家看到沒有 超跌區 最低位是2876 是指示位 現在收取大陽足 基本上沒有什麼所謂 周線圖 大家看到沒有 都一樣出現馬日 好吧 那當然 之前說 教過大家 我們的上證指數 恆指賀爾控森幫法 上證指數都一樣 指數方面 我不是和大家說 用多空政差 包括我們的一個 即是說 我們的一個大戶級籌 那現在收取大陽足 說明是比較強 其實呢 前幾天我已經和大家說 為什麼港股都要拉升 因為上證 它再次吸囚 和大家說 吸囚完畢 現在又再次吸囚 那說明這種情況 基本上一 正常來的話 就兩到三日的拉升 好吧 兩到三日 而且要根據這個 林亮棒 如果能量棒 又想穿這個虛線的話 就更加強 那當然 如果單憑看 飄大的話 現在飄大 穿了陽足 都是比較強勢 只不過現在等待它收音足 或者能夠守住 它的下延 2920 這個位置 2920 基本上 都是有機會的 好吧 這就是阿里莉索教大家的 一個 上證指數 所以整體來說 我們知道 現在兩大指數 美股呢 雖然說 中期呢 但是向上 不過短期來說 因為科技股回落 短期 震盪 上證呢 就是 中期呢 現在向下 短期呢 拉升 那港股是否繼續升呢 看看我們港股本身 港股本身呢 我們從大的級別 去看看 雖然說 本周還未結束 因為之前 經過跟大家說 我們分析股市 從級別大的 因為周線呢 起碼我們分析 未來幾個月以上 就算它要轉折 都來得及給大家 去轉方向 現在我們看看 恒指呢 周線已經脫離超跌 這是好事 不過現在目前 暫時呢 這個呢 資金在流出 所以說 現在目前呢 要上回171 910 基本上就比較難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等待 起碼還有一周 左右的時間 好吧 一本周還未結束 OK 那周線圖 我們整體 現在脫離超跌 有反彈機會 日線有沒有呢 我之前和大家說 本月呢 是不是9號 和26號轉折 其實就按照這個 非波納契數列 去推展 9號的時候 這個位置 26號呢 這個位置 基本上都是轉折 那當然有兩組以上 對應的 這個非波納契數列 那非波納契數列 那非波納契數列 比較高 所以基本上 很多同學就說 這個時間的計算 確實是比較好 比較準確 那當然有些同學呢 比較謹慎 或者比較仔細 都說得對 這個轉折 最好就是按照 麗Sir和大家說的 按照我們的時間 去推 基本上要到17,500 17,500 當時 麗Sir和大家說 當時 現在 26號 和9號 就是本月的兩個轉折時間 後面就沒有了 後面基本上要到8月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 30號呢 有期止結束 相對來說 比較弱 這個是當時 上一期 教學的時候 是 忘記性的 跟大家說 不過是類伯學員 提示大家 所以大家看到沒有 現在整體上落 麗Sir認為震盪趨勢向上 是因為 為什麼呢 現在開始有資金流逆 這個是最關鍵的 好不好 那從外圍因素呢 外圍因素 現在整體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第二個呢 是從外圍 夜期 外圍現在人債 是不是比較好 夜期呢 我們明天沒有告去 第去 而且可以提前一天看 剛才跟大家分析 周線 日線 周線呢 就是一個 回落 開始反彈當中 日線呢 現在開始 就大升了 開始 而且有資金流逆 那當然啊 現在關鍵注意什麼呢 麗Sir認為說 現在大家要注意 還有這個阻力位 17420 那這個17420 有沒有機會突破呢 大家常認為有的 起碼現在是資金流逆 為什麼呢 那 要持續流逆才行 剛才有沒有跟大家說 如果要看回提前 我們可以看夜期 對不對 OK 那現在我先從外圍的角度來看 外圍呢 作為我們很多內地企 以人仔作為介家 外圍現在整體 大家看到是比較強的 美元指數呢 就暴跌 大家看到 跌得很厲害 從外圍呢 是有利於我們的 一個指數方面 那當然從夜期方面 夜期大家看到沒有 先不要看它現在 升多少 明天收市 到凌晨3點的時候 才記錯 不過起碼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提前一天 明天是星期四 大家看到沒有 8月1號 然後呢 資金是加速 所以 乃Sir認為 突破機會是大的 而且我剛才跟大家說 按照乃Sir的轉折方法 之前就教大家 恒生指數 恒指呢 現在乃Sir用新的特色指標 多空政策 和大戶吸囚 大家看到沒有 基本上 確實呢 大家看到 有大戶機構的入場 情況之下 是不是一定升 兩到三天 而且現在目前來說 資金 還不斷 即是說流入大單的資金 現在出現買日 而且剛才跟大家說 現在整體趨勢 資金的一個力度 我們知道 即將下來 還會拉升 所以突破的機會 會有大跌 好吧 這就是乃Sir和大家說 恒生指數分析 所以無論如何 我們看到 即將下來 就算如果突破了 我們知道 我們看看它有沒有收音足 如果收音足的情況之下 回落 還要關注 17400 能否守住 如果不守住 還要繼續回落 增盪趨勢向上 如果能守住 起碼 它是不是好像這些位置 能夠有轉方向的一個機會 對吧 這就是乃Sir和大家說的 恒指 OK 那對於以上教學 非常感興趣的同學 對於特色指標 股市沒有絕對 有時乃Sir都基本上通過這些工具 再結合乃Sir現在所掌握的一些知識 去跟大家分析 那這些工具 確實沒有工具不行 知識工具的心態 那工具系統 這個是永久使用的 而且不需要交年費 那其實目前來看 大家看到沒有 轉折機會現在又慢慢上回 是不是有機會 啊 有機會的情況下 就不要錯過 那如果你不想做港股 不要緊要 美股 因為這個系統 港股美股 和中港股一起看 而且呢 大家如果是上班 或者做生意 如果不方便 沒有大部電腦 平板手機 這些都是大家可以同時 一起可以用的 實時報價 好吧 那對於這些特色指標 非常感興趣的 投資者 如果想聯絡 乃Sir這邊的話 你可以在視頻下方 找到相關link 又點一 就聯絡乃Sir這邊 OK 那最後我們下一個環節 是個股分析 個股分析 中心國際匯豐股股 中海油 特斯拉 和麥方六 有說回這些個股 首先我看到 中心國際 中心國際確實 比較多和民讀 中心國際 首先我打開 00981 我們看過股 一定要看莊家 多不多 莊家多的話 指數我們要看資金流向 過股我們要看莊家 所以有沒有發現 指數 乃Sir用飄帶和資金流向 或者多空政策 有時候都是這樣看 對不對 現在還有一個大戶吉籌 當然大戶吉籌 如果是過股 大戶吉籌 結合莊家 是非常之好 首先我看到中心國際 暫時沒有莊家日常 不過有同學 有系統 就問莊Sir 現在中心國際 周線圖 有買的信號 是不是開始反彈 不過莊Sir認為 還沒有轉折 為什麼呢 因為通過多空政差 大家看到沒有 還沒有轉綠燈 所以莊Sir認為 現在目前來過 如果從我們莊家角度 來過 現在還是比較弱 如果從飄帶角度 莊Sir認為 還要上回 17元一 會比較穩陣 要突破修陽足企運 這裡 買日才比較強 當然 日線圖 大家看到沒有 現在收了大陽足 又買日信號 那 目前 能不能突破呢 能不能突破 是否教大家 去見一下大戶吸囚 這種情況 有大戶吸囚 有大戶吸囚 有大戶機構 入場 它突破機會 是否比較大呢 突破幾多位置 大家看到 17元2 17元1 就要守住 17元2 就要突破 好吧 這就是莊Sir和大家說的 981 981 我之前在Youtune出來 有同學 就說 如果你上穿 關鍵的 看17元 如果突破不到 你可以沽出 好像我前一兩天 看到 想不到 然後回落 最逢低Color 又有機會 都可以這樣看 作為這樣操作 981 OK 說完981 我回復5號 今天很大機會 因為5號獎 貢獻了比較多的情況 有同學問 5號獎 可否還追 首先從莊家角度來看 大家看到沒有 莊家5號獎 是個強勢股 無論從它的周線或日線 大家看到沒有 都有反彈的積著 不過現在它遇到一個頂部 這個阻力壞 阻力壞 阻力壞 能不能夠突破呢 能不能夠突破呢 首先看它沒有 資金趨勢 趨勢就向上 資金流出 一線套 大家看到沒有 資金和趨勢向上 突破了 不過莊常認為 目前大家看到沒有 如果從短期的角度 其實要指贏一點點 雙重保險線 要回落一點點 不過從周線圖 其實它還有很大空間 大家看到 至少從空間角度 去到73元 所以短期可能有少少回落 中期大家看到沒有 還會繼續上 因為匯方目前大家看到沒有 大家看到 從大戶吸囚角度 現在快速拉升 大家看到沒有 大戶拉高 暫時還未出現青色 至少現在還有空間 大家看到沒有 從日線圖 空間拉升 這就是5號 就是和大家說的 OK 說完了 中海有883 883 我上了期周三 就和大家說有馬來信學 那馬來信學 不過周線圖 上一周在這裏 出現了 不過又弱了 現在又暫時是這個羊竹 當日這個羊竹收 出現馬來信學比較好 不過比較好 我們還是要注意阻力位 因為一般來說 收羊竹最好是 站穩上年邊 20元8 破了之後 才會更加有機會拉升 因為是中期 那一仙圖 大家看到沒有 一仙圖 這裏有莊家 那這裏莊家 有沒有力度突破呢 因為上一陸 那一場認為 有機會 為什麼呢 因為又有大戶吸囚 大戶有一次入場 一旦轉綠色又拉升 所以這個情況機會 又比較大 那這裏莊家 是有大戶機構 支撐住的 沒有的情況之下 可能力度比較少 好嗎 這是中海遊 所以有機會大家注意 20元95元 OK 好了 講完中海遊 講回兩隻美國 特斯拉 Tisla 和我們的一隻 麥當郎 那特斯拉 不用說 大家看到沒有 已經出現了沽出 而且在列口之下 說明阻力是非常之大 而且快轉綠色票打 大家記住 現在目前要突破這個位置 有些禮物 比較難 238 238 空間太多 很難 除非美股大升 不是的話 基本上 會下 好吧 從特斯拉一線圖來看 OK 大家注意點不要入場 要減倉 好了 講完特斯拉 Tisla 我看麥當勞 麥當勞 大家看到沒有 麥當勞 這隻個股 現在給大家先看到 首先 現在這隻個股 有莊介入場 從日線或周線 是建倉價 是20% 不過現在目前來講 剛剛都已經給大家看了 現在大家看到沒有 周線圖 其實大戶開始吸籌 原北 開始拉升 除非等對20% 低於六色籌碼 當然現在目前來講 守住258 麥當勞 今天線圖 大家看到沒有 大戶拉高 開始快速拉升 所以目前來講 快速拉升的情況下 大家拿著就可以了 好吧 拿著 OK 因為這裡 大戶割籌之下 已經將近低於20% 基本上 可能建倉會成功 OK 一會兒和大家講麥當勞 好吧 以上個股 就講到這裡 下期什麼時間 下期 應該會和大家講回 8月3號 會和大家講回整個8月的趨勢 希望大家不要錯過時間 好吧 每逢周生和周六的時間 這個時間保持不變 OK 好了 今期節目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期聚會 拜拜